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国是他们的 主耶稣来世界上的第一个讯息 天国进了 天国就是神的国 主耶稣要把天国从天上带到人间 地上的国度是暂时的 但是天国是永恒的 人有了天国的盼望 就有永恒的盼望 这样我们人才不会虚空 那主耶稣说 天国就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可以享受天国的滋味 这种体验叫做在地如天 因此信仰是一种享受 要让我们的心灵来享受神国的滋味 那神国的滋味就是公义 平安 喜乐 就是没有罪的残垒 罪的权势没有办法捆绑我们 因为神的灵有更大的能力释放我们 所以过去坏的个性 坏的脾气 坏的习惯 因为神的能力临到 都得到自由 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讲 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啊 这是因为他没有在神的国里面 在神无所不能 他不只可以医我们医生没有办法医好的病 他能够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个性 他可以改变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的脾气 他可以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习惯 所以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面 那是没有罪的 因为没有罪 所以公义 公义的结果就是平安 因为没有罪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没有罪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个是天上的天国 一个就是被主耶稣保血洁净的人 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宝序 当我们的心没有罪 神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就没有害怕 没有忧愁 这就是平安 这个叫做天国的滋味 不管风浪有多大 我们的心是平静的 因为主跟我们同在 第三个就是满足 认灵的满足 浇灌我们心灵 主说我要让我的喜乐充满在你心里 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耶稣的喜乐 是属灵的 是属天的 要充满在我们这个凡人的心中 而且要让我们得到满足 所以这个神国的降临 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这个叫做福音 但是要得到天国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八福 第一福跟第八福 都福气一样 但是条件不一样 那我们就想 为什么福气一样条件不一样 第三节是讲第一福 天国是他们的 但是条件是什么 是虚心 就是心灵很贫穷 所以人要得到天国的入门 就是要虚心 安提阿波的太监 他有权 他有钱 但是他很虚心 所以天国就是他的 人要得到神的国 开始入门就是虚心 所以在这个世代 谁愿意虚心 那个人就能够得到神的国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木道朋友到教会来 第一次祷告就得圣灵 他一听就懂 为什么 因为他很虚心 他把世界上的条件 成就 学识 全部都放在会堂外面 但是有的人来到教会听了几年都听不懂 也没有体验 为什么 没有虚心 因为心如果没有空 神就进不去 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国的入门是虚心 但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国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神的国持守到底 我们最后才能够真的回到天国去 因此这个最后一符是最重要一符 也是最困难的一符 如果我们从第一符一直得到第七符 但是就是第八符的条件我做不到 到最后我们还是会离开天国 神的国 所以为什么说信主的人很多 但是信到底的人不是很多 这个原因在第八符 这个第十节说 为义受逼迫又有福了 这个为义受逼迫什么意思 义是什么 约翰一书里面有解释义是什么 我们看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七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 小子啊不要被人诱惑 我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这里告诉我们 义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 义就是代表主耶稣 人世间唯一一个一个义人 就是主耶稣 他一生没有犯过一个罪 没有讲过一句错话 他很有把握说 谁可以指证我有罪 比拉多也证明他没有罪 他从死里复活也证明他没有罪 所以死没有办法困绑他 所以这个义就是代表主耶稣 第二个 这个义就是代表行为完全 就是行义的人 所以这个为义受逼迫 就是为着主耶稣而受逼迫 或者说 为着遵行神的道 做义人而受逼迫 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天国 所以我们要得到天国需要有一个准备 什么准备 就是要有受苦的准备 不错 信耶稣是要得福气 但是最大的福气要经过苦难才能得到 那这个苦难叫做为义受逼迫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准备 有时候信到一半我们会离开 我信耶稣为什么遇到这些困难 我信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受苦 那我们就是在想啊 为什么为义会受逼迫 我们先来看主耶稣的历史 因为主耶稣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历史 为什么他会受逼迫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八章 五十八节 五十九节 五十九节 主耶稣有的英文译本 译者非常有力量啊 亚伯伦已经死了 所以用过去是 但是还没有亚伯伦 我已经存在 所以用现在是 那五十九节啊 主他们听见就拿石头打耶稣 为什么 如果在五十七节就有解释 犹太人说 你没有五十岁你见过亚伯伦吗 五十六节 主耶稣说 你的祖宗亚伯伦欢喜仰望我的日子 大家听不懂 你只有五十岁 亚伯伦是几千年前的人 什么叫做亚伯伦仰望你的日子 主耶稣有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 但是犹太人有没有听懂 没有听懂 所以他们就逼迫耶稣 所以这个唯一受逼迫 常常是因为想法不同 观念不同 信仰不同 所以会受逼迫 为什么保罗会逼迫基督徒 我们看菲利比书 保罗怎么写 第三章 第六节 保罗说我在律法上的意思无可指责的 精通谋息的律法 所以出于对律法的热心 他逼迫耶稣 为什么 因为保罗传福音 他也拿一本摩西五经 然后当时世代的人 文士法律人传福音 当然也是拿着摩西的五经 但是他听到人在传扬耶稣对旧约的圣经解释 是跟保罗对摩西五经的了解不一样 所以为着维护这个犹太教的传统信仰 他们要逼迫耶稣 那后来神拣拳保罗 就开他的心 他就明白了主耶稣的道理 所以现在保罗也拿着摩西五经在讲道 他能够哈巴古书里面一节圣经也讲因信称义 但是摩西五经主要的是在讲因行为成义 就是用你自己的守律法 你自己的功德能够成义 但是保罗也新的了解 就是你要信耶稣才有可能成为义人 那这个两个讲法就不一样了 那不一样就要受逼迫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会为义受逼迫 因为当我们开始信耶稣 你道理越深入后你的想法会改变 我们想法会越来越进入真理里面 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 我们对文化的看法会改变 本来我们觉得拜祖宗是很对的 因为我们人要圣中归远 要尊尊敬我们的前代 但是等我们进到真理里面 我们才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人死了就不在世界 你拜了就拜到魔鬼 所以我们对这个拜祖宗的文化有新的看法 那当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时候就要受苦 你家里面一些没有信主的不懂的道理就要逼迫 那当我们的价值观开始改变 你就发现我们人生的目标不一样 本来是讨自己喜欢 现在要讨神喜欢 本来以世界为重 现在以属灵为重 那你就发现说在家庭生活里面 好像有两套的思想在运行 因此主耶稣才说 自己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三十四节 你们不要想我来地上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 哪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们一直读啦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很难了解 耶稣说我要叫地上动刀兵 自己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 这个基督教还能信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对真理的了解 一个人知道主耶稣才是对的 但是不明白的父母说你这个不孝 那家里就动刀兵了 对对立啦 有时候虽然没有这么厉害 你会发现说当太太开始来目道的时候 她的想法开始跟先生不太一样 那这不太一样就产生有一点好像很疏远的感觉 那这怎么办 这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我们坚持真理 然后带领我们的先生来信主 但是这会有一段受苦的历程 这个叫做为一受逼迫 第二个叫做放弃我们的信仰 那你的想法就是跟一些先生一样 那你听过就走不进去啊 第八福就没有了 所以人会为义受逼迫 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为着真理 那会逼迫的人也是因为无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一样 我们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十九节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在此 我们看二十节节 二十一节 主耶稣来世界叫做光来到世间 没有这个光啊 世界看不到罪 因为世界没有一个是绝对的 特别这个世代 你喜欢就是对 大部分人觉得对就是对 这是现在人的对错 但是主耶稣来到世间 他的话就是标准 他本身就是标准 跟他讲的话不同就是罪 违反主耶稣的本性就是罪 忽然间我们发现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形态 过着一种世俗的生活 我们就没有办法救进光 如果没有救进光 我们就要改变 我们就要改变 但是当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我们开始改变 我们就跟别人不同 那我们的不同 就会成为一个标准定别人的罪 比方说大家都在醉酒 我们开始不醉酒 我们不醉酒 就会对比他们醉酒是错的 大家都在赌博 我不赌博 我都不赌博 就会成为一个标准定他们的罪 那就会受逼迫 所以什么叫做圣洁 圣洁就是有分别 为什么有分别 因为我们站在光里 住在光里面 所以不一样 那一旦不一样 就会受逼迫 所以圣经才说 立志要敬虔度日的人 都要受逼迫 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三章十二节 这里讲 要敬虔度日的人 你的行为要很虔诚 你就会受逼迫 所以现在这个世代很简单 你如果很公开的讲 重现恋是罪 就会受逼迫 你如果说同居苟合是罪 你就会受逼迫 所以我们要敬虔度日 就会受逼迫 所以我们要进天国 是有代价的 要为义受逼迫 那主耶稣本身已经做一个榜样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第七节 这个地方讲 主耶稣好像一头羊 被欺牙 被迁到宰杀之地 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 主耶稣知道祂在做什么 祂来世界上传得救的福音 祂要带领人回到神的国 祂知道祂在做什么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祂在做什么 所以祂就要受苦 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主一样 走在主的脚踪上 我们就要受苦 那怎么来面对这个苦难 祂说祂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被骂不还口 被害不说威和的话 只将自己叫透公义的主 这是主耶稣的榜样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受逼迫的时候 能够保持沉默 因为位义受逼迫是对的 是有价值的 是有赏识的 所以不需要埋怨 所以可以沉默 因此圣经里面保罗说 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那个苦代表什么 第一个就是完成圣功神托付的苦 第二个就是受逼迫的苦 这个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受苦 我们仔细反省 我受苦是唯一受逼迫 这是一种恩典 我们就可以安静 恩典就可以安静了 因为这是有福气的 这个跟主耶稣一样 我们看最后来看 约翰福音17章 约翰福音17章 第四节 第五节 所以主耶稣求神给他天国的荣耀 但是第四节说 你托付的我已经完成了 完成神的使命 他受很多的苦 那现在人生要结束了 神啊求你是给我天国的荣耀 所以地上的受苦就是天上的荣耀 so the earthly sufferings equate to heavenly glory 那这样受苦不是福气吗 and isn't it a blessing to suffer 是的 因爲受苦是荣耀 absolutely because suffering means glory 我们来上诗 232 232 232 243 244 24 24 29 9 6 8 6 16 8 2 1